女孩天生体臭 凡是跟她相亲的 无不是跳河自杀举刀自尽 宫廷内皇后临盆在即 皇帝的房外交集等待 膝下有十五名皇子的她 做梦都想要个公主 许是听到了这边迫切的愿望 皇后生出的是个女儿 皇帝开心至极 照告天下举国同庆 那么针灸做法火烧用尽其说 最后通过的 只有沈梦溪和太医侄子两人 眼看胜利在望 太医从中作梗 嫌她出身卑微 不配一致金枝玉叶的公主 反观皇上不计较出身 毕竟总得尝试一下 说不定能治好呢 于是给她三个月时间 研究给公主除臭的方法 经过沈梦溪多天的调配 多次的实验 终于什么五香熏烟法 熏得脸色发黑 贴下沐浴法 泡到浑身发绿 还有香布裹身法 整得像个木乃衣 可惜一次次实验下来 都是以失败告终 沈梦溪没有放弃 她决定明天去采集新鲜的香料回来 并盛情邀请韩香一起 聊着聊着天色已晚 韩香准备回家 可还没踏出大门两步 瓢泼的大雨就倾盆而下 无奈她只能带沈梦溪家过夜 隔天一早 两人相约上山采花 沈梦溪好奇韩香 为什么一直穿着这件 富满鱼腥味的衣服 她以为韩香的臭 是源于她身上的衣服 这么想着时 天又下下了大雨 韩香脱下衣服 给沈梦溪擦干 可那两人几番争斗 沈梦溪一路跟着黑衣人 那时她发现太医侄子 在所有汉林院的帮助下 研究人体身上的臭血 看到人离开后 太医侄子藏在袖中受伤的手 才缓缓展开 被不断打压的沈梦溪 内心自然是纷纷不平 于是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一好公主 扬名立万 韩香听着不由地落下泪水 房间内突然冒出阵阵香味 沈梦溪打起精神 继续研发除臭剂 所以她明知自己的侄子 知道找回嗅菌的办法 为什么不用 太医什么都不说 只是抱着妻子缓缓离开 两人依偎的身影 刺激到了沈梦溪 她决定不把冷香丸 叫给公主 反而跑去寻找韩香 在初次相遇的桥上 他们隔着面具 找到了对方 互诉心意后 两人忽视偏见 走在了一起 沈梦溪把唯一的冷香丸 让韩香吃下 而后 她就进宫向公主谢罪 看到公主掀开盖头后 莫然发现 眼前人就是她的韩香 治好了公主 沈梦溪如愿当上了妇满 实现了自己的功成名就 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盛 就像失去嗅觉的太医 迎知妻子散发的气味难闻 可她心甘情愿 用自己的嗅觉 换了两人的携手一生 能接受并容纳对方的缺点 才算是真正的爱情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花好月圆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